这个是船上抛落式救生阀的释放 现在充气钢瓶已经完成充气 绿色箭头指的这个白颜色的胶囊啊 就是咱们船上的救生阀 一会儿咱到现场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果我说这个救生阀能容纳20人 朋友们您信不信 大家能不能看到岸上的山 船员这个职业就是这样 渴望而不可及 我们已经上来四个月了 还没下过地 真的想去岸上采采地气了 走我们到现场去看一下我们的救生阀 这个呢就是刚才所看的救生阀 就是这个救生阀 展开之后它能容纳20人 朋友们你可能不信 再近距离看一下上面的说明 来来来把镜头拉近 定而成员20%20人 这个救生阀的全称叫做可吊式 自伏证救生阀 这个救生阀啊 是通过这个吊来把它吊下去的 所以说是可吊式救生阀 有的是呢是抛落式救生阀 来把镜头拉到外面让大家看一下 这边呢就是船悬 这里边呢有一个钢瓶 钢瓶呢会自动给这个救生阀进行充气 这个救生阀里面啊不单单能容纳20人 它里面还有各种救生物资 包括救生口粮 救生淡水 以及修补工具 打气筒 里面的物资配置的非常的齐全 来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像这样的救生阀是怎么释放的 现在救生阀已经放好了 听我命令 123拉 用绳拉的这一瞬间啊 就打开了钢瓶的总阀 钢瓶被打开之后啊 就给这个气囊进行充气 这个呢就是我们救生阀 释放的一个整体过程 再给大家演示一遍 用这个绳啊 把这里边那个钢瓶给它打开 123开 大家看一下 打开的一瞬间 把旁边这个女老师吓得不行啊 充气速度啊 非常的快 几秒钟就充好了 好了 这期视频先这样吧 拜拜 宝贝 请不吝点赞 我这里这里 宝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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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关注再走